捷舞 这也是太美了吧 来 走 那边更美 我们去让你看看 太吵了啦 Airハハlette看到这个 美景 我有一點感動 然後妳看看 園區所有的一草一木 都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的小木屋 就是我們的特色 而且剛剛看到小木屋前面 那個風一吹 那整個葉子這樣撒下來 天啊 好漂亮 真的很像在國外度假的感覺 你的意思 好 妳把它拔起來 最後最後一把給我 妳把它拔起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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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頭耶 這是完全沒有汙染的 一個捕魚方式 這是它 捕魚 捕蝦 用這個葉子捕魚 捕蝦 有耶 蝦 好多喔 哇 妳真的要比較多耶 哇 大姐 這是臉盆吧 對啊 多大 這還是最小鍋的耶 你的芋頭的肉很新鮮耶 而且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因為有炸過特別香 肉非常的嫩 很好吃 耶 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個地方是嘉茵縣的大浦香 天啊 太美了 大家都可能對大浦香比較陌生一點 可是呢 它卻是緊鄰著全台最大的增溫水庫 還有國外旅客最愛的阿里山 雖然這裡呢 沒有像阿里山一樣名氣這麼的紅 可是呢 這裡的觀光資源非常的豐富 好山好水 吃的玩的一點都不輸 可以說是呢 內行人才知道的 隱藏版世界級景點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好好的認識 大浦香 Yahoo 一個樹比人多 湖面的占比 遠高於路面的小鄉鎮 大浦 坐落在阿里山山腳下的大浦香 幽靜的湖光山色 讓人一眼就愛上 這個嘉義人口最少的地方 卻擁有全台灣面積最大 最廣闊的湖泊 陳姐 你怎麼會想要約我在這個地方啊 因為你第一次到大浦來 要認識大浦就要從水庫開始 這裡整個都是 中溫水庫的集水區 而且呢 這裡如果是滿水位的時候 也是全部都淹沒 所以現在也是季節限定 只有這個時間才可以來到這邊 對 要枯水旗的時候 才可以看到這樣的美景 也是一個秘境 真的耶 那陳姐 大浦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大浦香好山好水 然後有很豐富的水產 然後也有很多的山產 例如竹筍 水果之類的 對 而且生態又豐富 那以前呢 大浦香的人全部就是住在水庫底 然後這個水庫住水以後 就是搬遷上來 好酷喔 其實現今這一片山明水秀 歲月靜好的情景 在民國六十二年 曾文水庫整劍前 這裡可是一幅萬家燈火的熱鬧景象 種田 玉米田 甚至糖廠戲院 如果不是陳姐說的煞有其事 真的很難想像 大浦這小村子 以前是長生在這一片水域內耶 不過陳姐說 由他帶路 行程包准吃好住好 咱們接下來 就要深入大浦的世外桃源 來一個悠閒慢活的鄉村小旅行 天啊 這裡也太舒服了吧 想不到大浦竟然有一個 這麼大這麼漂亮的度假村喔 是啊 我們是採低密度開發 然後你看看園區所有的一草一木 都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的小木屋就是我們的特色 而且剛剛看到小木屋前面 那個風一吹那整個葉子這樣灑下來 天啊 好漂亮喔 真的很像在國外度假的感覺耶 是啊 那怎麼會想要在一個 大家比較陌生不熟悉的地方 去弄一個度假村呢 這要講到我們的創辦人 非常喜歡釣魚 那他來這裡釣魚喜歡上這裡的好山好水 所以度假村就這麼被釣出來了 座庸大浦最寧靜氛圍的這間山野度假村 沿著步道擺放的石雕藝術品 更是以大浦在地人文故事為基底而創作 來到這裡不僅有徜徉在綠野仙中的感覺 文藝氣息的注入更是讓旅遊的質感升級 視覺跟知覺的美感提升了 住宿的部分當然也不能馬虎 哇 好喜歡喔 而且這個木頭味很香耶 是 這是美國南方風 喔 難怪 好喜歡這個味道喔 而且你看尖尖的那個屋頂 還有那個窗戶 像太陽這樣灑進來的這個採光很漂亮耶 對 自然採光就會比較舒適一點 這裡真的很舒服耶 而且我剛剛進來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是啊 看出去 我剛剛不自覺的就放空了一下 因為從這裡就可以看到樹啊 草原啊 好美的景色喔 喔 在這裡真的很像在國外度假的感覺 而且這個空間感就是很像那種歐洲的房子 天啊 好愜意喔 我覺得啊 就是 真的必須要來這邊好好的度假 然後享受一下大自然 吸收大自然的養分 細緻優雅的木頭香氣扑鼻而來 就算哪裡都不去 靜靜待在房間裡面放空發懶也是一種享受 欣賞過凡人視野的水庫美景 陳姐接著要帶我們用上帝的視角去俯瞰大埔鄉的全景 但要見識這天堂般的神秘面貌還真不容易 就在這一路硬浪太強 不知道要晃到樓高幾層幾米時 終於聽到陳姐一個救贖眾生的聲音 來 我們來這裡看 陳姐 這裡不好抵達耶 這是哪裡啊 這是大埔的秘境 白馬亭 白馬亭 這裡有什麼厲害的嗎 我帶你去看 好 美嗎 是不是很美 這也太美了吧 來 走 那邊更美喔 我們去讓你看看 哇 太扯了啦 真的看到這個美景 我有一點感動耶 這個中文水庫的集水區 大部分都在我們大埔鄉裡面 你看多漂亮 因為它是狹長型的 所以它每一個部分的風光都會不一樣 然後所以呢 一年四季在這裡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風光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絕佳的祕境 雖然它比較難到達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願意 就是 我跟你講值得 剛剛那個路程再三倍 我都覺得看到這個景一切都值得了 這座可以將真文水庫 跟整個大埔鄉的美景 盡收眼底的白馬亭 可以說是大埔人最幸福的後院子 如果大家夠有閒情意志的話 也可以自己戴著帳篷 在上頭搭建一個獨享的星空別宿 欣賞浪漫的日落晚霞 也是很棒的體驗喔 陳姐 那個大哥在幹嘛 他在剝麻竹筍啊 剝麻竹筍 麻竹筍是這裡的特產嗎 是啊 它是我們大埔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 它一年的產期大概在七月至十月 七月至十月才有喔 對 那如果我其他月份一年四季都想吃怎麼辦 很簡單 我來教妳 我們來做DIY 可以做脆筍跟醬筍 我們先來做脆筍好不好 好 來 首先把它拿起來 對 等一下我讓妳體驗看看 把它切開 切開 然後把它切薄片 妳要不要來試試看啊 可以 我可以 來 妳們來試試看 好 薄片嘛對不對 是的 就這樣啊 是 哇 看不出來妳這麼厲害啊 怎麼會看不出來呢 我們等一下喔 就要用清水 讓它流動大概二十分鐘 以後呢 我們用80度的熱水燙過 然後把它裝在這一個罐子裡面 然後用鹽巴把它醃製起來 然後放三個月 就可以變成脆筍了 好 那如果醬筍的話呢 這一個就是用水洗過以後 用熱水燙過以後 然後用豆豉 用豆豉 對 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喔 然後 砂糖 砂糖少許 砂糖 砂糖少許 對 鹽巴大概是糖的一倍 對 然後放進來 鹽巴多一倍 對 然後最後那一道程序很重要 然後在第二層也是一樣的鍋吧 對 一直把它裝到滿以後 我們再把它注入冷開水 冷開水 冷開水以後 我們這樣給它留一個孔 放個兩三天以後 再把它酸緊 四個月後就變成 我們平常在吃的醬筍喔 很特別吧 來到這裡 竟然還可以DIY製作醬筍 而且這裡的麻竹筍 可不是隨隨便便的簡單人物喔 其實嘉義大埔香的可根面積很少 但因為氣候溫暖潮濕 又有豐沛的水資源可以利用 所以每當七八月麻竹筍盛產時 家家戶戶都可以看到曬著金黃色的筍乾 因此大埔也有著麻竹筍故鄉的美名喔 來到這邊 就算沒有自己親自淹上一罐醬筍 也別忘了 一定要嘗嘗大埔麻竹筍的特有風味喔 你知道曾文水庫的資源很豐富對不對 對 那你知道水庫有三寶嗎 三寶是什麼 就是去腰魚、武昌魚還有筍殼魚 那你知道除了三寶還有遺骸嗎 竟然有遺骸 有壞的東西嗎 有很壞 對 它是外來種 是水庫的掠奪者 那這樣真的壞 它叫做魚虎 魚虎 對 也就是小盾裡 它破壞了水庫的生態平衡 你看在那裡啊 我請師傅撈起來給我們看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看起來好兇喔 其實早期東南亞 泰國一帶 它是一種非常珍貴的食材 可是在台灣喔 就很少有人拿它來料理 喔 那我們的主廚呢 就研發出打虎英雄餐 把這個魚虎小燉裡 結合在地的食材 做成了一整套的非常好吃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英雄餐我以為只是一道菜而已 結果它是一道一道的料理喔 好我來消滅它 好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那個魚皮很有嚼勁感覺 就是滿滿的膠質 這裡是不是因為產茶 所以叫茶山 這不是喔 這是因為地面的翻譯而來 什麼翻譯 因為日本人來的時候 直接翻日文 假是茶 茶 然後山是YAMA 對 所以茶YAMA茶山 對 這樣譯成中文變成茶山 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好有趣喔 你知道中文水庫的資源很豐富對不對 對 那你知道水庫有三寶嗎 三寶是什麼 就是去腰魚 武昌魚還有筍殼魚 那你知道除了三寶還有遺骸嗎 竟然有遺骸 有壞的東西嗎 有很壞 對 它是外來種 是水庫的掠奪者 那這樣真的壞 它叫做魚虎 魚虎 對 也就是小盾裡 妳看看 看到了嗎 它真的有一點兇的感覺 妳看它身上有條紋 就跟虎斑一樣 所以才叫魚虎 不只喔 因為它的牙齒有兩排 而且非常地尖銳 所以它很兇 它是肉食者 對 而且它非常地殘忍 它換在哪 它對於水庫的這種魚種 它都是咬一口它就不吃了 所以咬一口之後它就不吃 然後再去咬另外一隻 對 所以水庫的生態嚴重地受到這個 破壞 破壞 對 那這樣一害我們應該要怎麼辦呢 吃掉它 換我們把它吃掉 對 那像這樣壞壞的魚它會好吃嗎 其實早期東南亞 泰國一帶 它是一種非常珍貴的食材 可是在台灣 就很少有人拿它來料理 我們的主廚就研發出 這個打虎英雄餐 把這個魚虎小盾裡 結合在地的食材 做成了一整套的 非常好吃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哦 打虎英雄餐 懂吃的人造訪石門水庫 都知道要點活魚三吃 而來到曾文水庫 則風行打虎吃魚的 英雄除害大餐 到底這水庫裡頭打的是什麼虎 吃的是什麼魚 又要除什麼害咧 大家乖乖跟著我 一起邊吃大餐邊上課囉 打虎英雄菜我以為只是一道菜而已 結果它是一道一道的料理 是 我們主廚是以西式的餐點設計 有前菜沙拉 有湯品 有主菜 那這整套設計的理念呢 第一 就是消滅魚虎外來種 對 鼓勵大家來當打虎英雄 對 吃掉它 第二 是縮短食物里程 是一個環保概念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用在地的食材 去完成這整套的料理 我們先吃虎若平洋好不好 虎若平洋 好 對 這是魚虎皮 然後結合在地的百香果 做成的料理 好 我來消滅它 好 很清爽耶 我覺得魚皮配上百香果 吃起來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那個魚皮很有嚼勁感覺 就是滿滿的膠質 第二道是什麼 結合我們在地的竹筍 我要吃魚虎的魚肉 是 都加在一起嗎 是 配在一起吃 對 配在一起吃 很棒吧 很好吃耶 我這樣吃到筍子脆脆的 然後魚肉就是跟筍子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超級香 而且魚肉很入口即化 就是一咬就直接黏掉耶 沒有想到第一次吃到魚虎 是這麼棒的滋味 而且是這麼精緻的套餐 一道一道不同變化的料理 天性凶狠的魚虎 過去是從東南亞引進的觀賞魚種 原本嬌小可愛的魚虎 不料卻虎大十八遍 成為當地最強勢的外來魚種 看不下去的大虎人 最後終於想出解決之道 鼓勵以吃魚虎來做環保 不僅可以平衡水庫生態 還能透過肉質鮮美的魚虎 吸引愛嘗鮮的掏客 真的是應獲得福呢 而且這個餐廳不只用餐 我剛剛在那邊還有看到很棒的爵士樂團耶 那裡面的成員可都是老師級不簡單的人物喔 有什麼特別的故事嗎 因為裡面有一位老師她是大埔人喔 然後呢她的父母都已經年邁了 她就回來家鄉照顧父母 所以組成了這一個樂團 哇 這麼棒 除了用餐之外還可以聽很好聽的爵士樂 太享受了吧 對 沒有錯 好 那我來吃下一道菜 那這是魚骨下巴下去做醬燒 很香 因為魚下巴的肉的油脂比較多 然後再配上醬燒 天啊 太美味了 然後旁邊的薑黃飯也是很香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口味就是很剛好 不會太鹹也不會太淡 下一道是虎虎生虎 它就是用腐皮 然後結合魚虎跟花枝漿下去做的一個料理 那你看它的這個湯底也很厲害喔 我們是用胡蘿蔔把它打成漿 然後把它做成湯底 太有創意了 就是我最愛的腐皮加上魚肉結合在一起 你吃起來有點脆脆 但有點QQ嫩嫩的感覺 就結合在一起覺得 哇 這也太棒的創意了吧 然後再配上那個底層 有一個非常濃郁香的紅蘿蔔泥 好幸福喔 鞭吃著色香味美的魚虎料理 還能聽到現場優美的 薩克斯風樂聲 不禁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身心平靜 我想原本凶惡狠的魚虎 耳濡目染後 應該也會變得很nice了吧 繼續生油加意 瞧瞧還有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之處 哇 我們現在到達了一個部落了 嗨 尋大哥 嗨 尋娘 這裡是茶山部落對不對 對 這裡是茶山部落 那茶山部落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啊 是一個在阿里山鄉最南端的一個半山料的平原 這裡住著鄒族 布隆族跟漢民族 山族融合的地方 這裡是不是因為產茶所以叫茶山 這不是喔 這是因為地名的翻譯 怎麼翻譯 以前鄒族的鄒語稱這個地方叫做 其實是叫做半山料的平原 因為日本人來的時候 直接翻日文 茶是茶 茶 然後山是鴨馬 對 所以 茶鴨馬 茶山 對 這樣譯成中文變成茶山 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好有趣喔 那許大哥你可以帶我認識一下茶鴨馬嗎 好 我們就從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圓的圖案很可愛 對 這三個族群融合的地方 你看喔 有帶斗粒的 帶斗粒的 三角形菱形的舟族 然後這個菱形的是布隆族 然後那個帶斗粒的是漢民族 所以這個圓呢是大家團結在一起的意思 那這一條路過去的時候呢是往台南嘉義 是漢民族來的路 這一條往阿里山 達邦樂宇 所以這是周族來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後面這一條是納馬下 納馬下是布隆族 所以布隆族是從這邊牽起來到這邊 然後大家就在這個地方 剛好在這裡就是我們的聚集 然後成為這個聚落 然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 所以會用大圓圈來表示 走進茶山部落 家家戶戶門前都有不同的裝飾圖 以及石雕刻畫 多元民族的融合和多樣性的文化象徵 在這個部落裡可以很輕易的察覺出來 不過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 這裡的涼亭真的很多耶 而且上面竟然都掛了一串黃黃的 沿路啊就是有很多涼亭上面 都是用草去鋪的耶 對這個是周族的傳統建築裡面的涼亭 那涼亭是 涼亭是做分享用的 那大家會在那個分享廳裡面分享什麼 像獵到獵物的時候就會帶到涼亭裡面 呼呼喚所有部落裡面的人 一起來分享 那因為現在生態保育的關係嘛 所以有些很多野生動物是不能去捕獵的 那部落的人就研發一種說 我們把有機的東西拿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有有機芭蕉的分享 就是掛在涼亭 你要採芭蕉還是有個通關蜜語 啊還有通關蜜語 因為周族是一個樂與分享的 所以他會希望傳達喜悅的心 所以就有一句話叫做阿彪彪魚 阿彪彪魚 對阿彪彪魚就是代表我先喜悅 那你很喜悅的來採芭蕉 主人很樂意讓你採 所以我講阿彪彪魚的那個狀態 就是也要興奮嘛對不對 我不可以很冷漠的說阿彪彪魚 不行不行我也要喜悅對不對 阿彪彪魚 對可以採了 雖然茶山部落中居住的族群繁多 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 但透過共享的儀式感 讓這裡的住民長年以來 都能夠彼此友好和平共住 而涼亭也是茶山部落中 最經典的交流與分享的建築物 入境隨俗的我們 在拿到了象徵喜悅的周族新午後 也正式邁開我們探索茶山部落的腳步囉 好那我們現在用芭蕉來DIY做什麼呢 你看後面這個窯 這個窯很特別 它是一個貓頭鷹的形狀 對 這是你自己弄的嗎 對我們自己DIY做成的 怎麼會想要用貓頭鷹 貓頭鷹是我們這邊的吉祥物阿 所以用貓頭鷹造型的一個窯 對有智慧的阿 那我們要用窯來做什麼呢 芭蕉披薩 今天我們來給你特別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手工黑糖 在地產的喔 手工黑糖 對 然後你把它點綴在芭蕉上面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焦糖芭蕉 然後撒上去 香蕉披薩 是芭蕉 芭蕉 芭蕉 而且我覺得這個黑糖很好 很好 你的力 好 妳把它拔起來 最後最後一把給我 好 妳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 拔起來 對 拔起來 這樣 芭蕉 芭蕉 我們要來DIY做什麼呢 妳看後面這個窯 喔 這個窯很特別 它是一個貓頭鷹的形狀耶 對 這是你自己弄的嗎 對 我們自己DIY做成的 阿怎麼會想要用貓頭鷹阿 貓頭鷹是我們這邊的吉祥物阿 喔 所以是用貓頭鷹造型的一個窯 對 有智慧的阿 那我們要用窯來做什麼呢 芭蕉披薩 芭蕉的披薩 對 我們要把它切 切片 切片 對 因為切片薄 它才有把它烤 要薄喔 多薄 就是大概這樣子吧 一公分 可以 這樣會太厚嗎 不會 好 很漂亮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先把起司食 先當底 要把它黏住 好 好 這邊 我們夾一些是底下 六指 夾多少 隨便 要把它鋪均勻鋪 要把它鋪均勻鋪 要留 外面要留在感覺 等一下要 等一下底部要 外面一公分 對 才不會烤焦 底部喔 要可以連的素這樣 OK 這個量差不多 好 然後把它鋪均勻就好了 好了 然後你再把香蕉鋪上去 好 那這樣香蕉跟起司 這樣就好了嗎 我們通常都會加巧克力 但是今天我們來個特別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手工黑糖 在地產的 手工黑糖 對 然後你把它 點綴在芭蕉上面 點綴 我們就會有一個焦糖芭蕉 夾一些 然後撒上去 對 對 這樣 好好玩喔 對 這個就是黑糖芭蕉 好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要送上腰了 你有試過自己在家做披薩嗎 跟著我DIY保證沒有繁複的工具 也不用膽大心細 你就去超市買現成的披薩餅皮 加上愛放什麼就放什麼的隨心餡料 然後把主角芭蕉切厚切薄 隨便你的擺上去 最後最後再繩來個一筆 茶山披薩的關鍵人物就是 好好了 好 其實烤得滿快的 用這種柴火烤的 其實這個咬仙 因為烤很快就好了 十幾分鐘就好了 你可以先拿一片 再拿這一片 哇 香蕉披薩耶 是芭蕉 芭蕉 先嚐嚐看 好吃嗎 跟剛剛生的香蕉味道 不太好 不一樣耶 因為現在 有點鹹鹹甜甜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黑糖 很好吃耶 超搭齁 對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手工黑糖 我們的黑糖特色是用甘蔗汁 直接去熬 熬到變成這樣的粉 因為是種在山坡地上面的甘蔗 所以它有一個特別的香氣 烤薩之後 你看那個跟一般的黑糖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高山香糖 特別香 真的 特別香耶 好好吃喔 正當我好吃到 還想要再續杯續盤的同時 大哥提醒我說 雖然我是貴客遠營 但是茶山部落可不能白吃白喝 晚餐得自己張羅才行 於是我們馬不停蹄的 就被帶到附近的開心農場 大哥 我們現在來這裡幹嘛 我帶你去採東西啊 採 採東西啊 採什麼 採我們的農產品啊 你們農產品是什麼 現在剛好是芋頭 剛好成熟的季節 現在是芋頭 這個是芋頭 這是有機的芋頭 我們家有三個兄弟 三個兄弟有人種茶 有人割筍子 有人種農作物 一連四季都在輪迴 然後不同的季節 就可以採不同的農作物 像現在我們要挖的芋頭 我們等一下就變成餐桌上的 一道美味的鄉村料理喔 好 那我要怎麼採 這樣子 啊 哎唷 哇 挖起來 你看完整的芋頭 這麼漂亮的芋頭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還有它的小孩 來 給你試看看 來囉 好 一 二 一 二 三 好 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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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 你要不要 來看一下好 我們把這個 稍微撥開一下 來 撥開 我的魚 好 你把它拔起來 最後一把給我 你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 對 拔起來 這樣 芋頭耶 在深山裡生活 自棋自足 是基本公式 滿坑滿谷的盎然綠意 在外地人眼中 是最舒服的護眼景致 然而在當地人 敏略的嗅覺跟判斷下 這裡隨處都可以是 珍貴食材的藏身處 來這邊是要體驗什麼啊 體驗 體驗魚類文化 對對對 就捕魚的 來我帶你來看 哦 哇 這是完全沒有污染的 一個捕魚方式 就是它 捕魚捕蝦 用這個葉子捕魚捕蝦 對啊 這是一種很傳統的一個 沒有污染的 大水來沖手 也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一個東西啊 可是這個真的補得到嗎 我們來 我們來 來這裡有壓著石頭 來我們把它取出來 哦 這裡有壓著一個石頭把它取出來 好 整盆的它抱著 欸小抱起來 那我們到岸邊去 就這樣啊 對 哦 又是這樣灑下來 哇 你看 有沒有 有小蝦耶 真的有耶 對 就是利用那個 那個魚蝦 它會躲藏的 哦 它可能躲在裡面 對 那早上放 下午來 可能就會有 它會躲在裡面的 對 有一隻小蝦 哎呀 它想逃走 哇 阿達哥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捕到蝦子啊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方式 我們把它放在水裡頭 就可以營造 魚蝦它有棲息的環境 不過這個捕魚 魚的方式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 不會過度捕撈 哦 不會對環境污染 然後不會太過度地去捕撈 這個裡面的西中的魚蝦 這是祖先的智慧 取材自西邊拓手可得的長形枝葉 隨意地捆成一樹 放在西邊的順水流處 就可以化身成最天然的魚蝦 遠者上溝順水者流 既不破壞生態平衡 又能維持環境永續 鮮明的生活智慧真的是讓人佩服耶 馬上換我來顧忌蟲屍 試試我的手氣 這個石頭吧 所以這個是把它扳掉 一起扳掉好了 扳掉 這個來給妳 好 抱著尾巴 好尾巴 抱著 拉起來 尾巴在這裡嗎 對 哇 哇 來 我們在這邊 來 尾巴朝下 尾巴朝下 好來 我這樣甩 有沒有 有嗎 我看看 有耶 蝦 欸 好多喔 哇 妳真的流比較多耶 剛剛跳 她跳了 她會走路 好癢喔 好癢喔 嗨 嗨 這是我的新朋友 這是她的鄰居朋友們 耶 好好玩喔 這裡 而且可以在西邊啊 用這種不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 然後不破度捕囉 可以捕捉到這些魚啊 蝦啊 螃蟹 欸 很有驚喜耶 因為妳不知道妳這一戳裡面 這一戳 這一戳裡面會有蝦 還是魚 還是螃蟹 你看我現在就覺得好有驚喜 我現在有四隻蝦 在西邊玩耍了一陣子 魚 蝦 螃蟹 都已經納入我們的囊中 看樣子我們的晚餐是有著陸了 趁天還沒黑 我們趕緊把最新鮮的魚貨 送入廚房料理吧 好豐盛喔 可是大哥 我們來到部落 不是要吃部落餐嗎 部落 平常都是部落餐 但是今天我們用我們 這裡特別的叫做 茶香三味餐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茶香排骨 我們用茶 把它在熬煮的過程中 那個茶的香氣會滲到肉裡面 還有一個特點是 這個肉它會變得更有彈性 而且它帶有茶的香味 吃起來不會那麼的膩 茶香排骨很香耶 而且它就是吃到後面那種茶的香味 會慢慢的跑出來 而且嚼勁也很好 就是肉是硬的 可是它很好咬 稍微口味重一點點 但是又不會很膩的感覺 那這個很特別耶 芋頭跟那個白菜在一起 這是我們剛剛挖的那個芋頭 這是我媽的馬手料理 那生薑它本身有一個很特殊的薑辣素 那因為它加了薑 所以它可以破解這些生物鹼 變得很美味 而且吃的不會火龍癢癢的 好有智慧喔 好吃耶 從來沒有看過白菜跟芋頭這樣煮在一起耶 吃起來有一種傳統的古早味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剛剛去採芋頭 然後馬上就變成料理了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啊 這道菜就很特別 這道菜叫做 俏美女跟男子漢 俏美女 對 俏美女是 俏美女是 俏美女是旁邊這個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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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俏美女就是鹹通茶 清涼茶裡面都會加這種東西 你說它是俏美女的葉子 對 這個可以吃喔 出去看看 好 假如說男生在欺負女生會一丟 然後黏在身上那個俏美女 它的葉子可以吃 很辣 而且它這葉子刺起來 也是一種香香的感覺 不要看現在這個樣子 六日的時候還有假日的時候 這裡人可是超爆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有非常夯 也就是嘉義特產 沙窩魚頭 它這個很大胃耶 很重 這個看起來很重耶 這個只有幾斤啊 這一條有33斤喔 這麼重喔 魚頭的肉很新鮮耶 而且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因為有炸過特別香 肉非常的嫩 很好吃 它這個很特別耶 芋頭跟白菜在一起 這是我們剛挖的芋頭 這是我媽的馬手料理 生薑它本身有一個很特殊的薑辣素 因為它加了薑 所以它可以破解這些生物鹼 變得很美味 而且吃得不會頭龍癢癢的 好有智慧 好吃耶 從來沒有看過白菜跟芋頭醬煮在一起 吃起來有一種傳統的古早味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剛剛去採芋頭 然後馬上就變成料理了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一道菜就很特別 這一道菜叫做 俏美女跟蘭子漢 俏美女 對 俏美女是 俏美女是旁邊這個葉子 俏朝的話就是鹹蜂茶 清涼茶裡面都會加這種東西 俏美女跟蘭瓜 蘭子漢 蘭子漢 你說它是俏美女的葉子 對 這個可以吃 出去看看 好 脆脆的 小時候男生在欺負女生會一丟 黏在身上那個俏美女 它的葉子可以吃 而且它葉子吃起來 也是一種香香的感覺 OK的 這個是什麼湯 這個叫做愛你有錢花湯 愛你有錢花 對 裡面有愛玉 愛玉 蛋花 蔥花 還有別江花 新增花 愛你有錢花 對 愛玉 這 愛玉變成湯也太特別了吧 好特別 果凍變成可以吃湯的東西 又更軟了 愛玉一般 我們吃到的時候都是做甜湯 它現在是做鹹的 然後還有花也可以拿來煮湯 然後喝起來就是那種清淡清淡 有點花香的那種甜甜的滋味 其實野江花 它對於失眠的人非常有幫助 我是今天一整天下來 體驗了部落的生活 然後認識了部落的文化 自己去撈魚 然後採芋頭起來 然後直接可以現在變成一個 這麼豐盛的料理 然後結合當地的特產 我覺得很幸福很好玩耶 由三個族群組成的茶山部落 在度過無數的日夜成婚後 分享早已是當地人 由心而生的美德 一句Avovo you 用一根香蕉 就能夠輕易地拉近你我的距離 來到這裡感受原鄉的樸實之美 用時間換去美景真的很值得 接下來我們要回到大埔市區 見識一個比臉盆還要大的 獨門料理 我們現在在大埔最熱鬧的一條街 不要看現在這個樣子 六日的時候還有假日的時候 這裡人可是超爆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有非常夯 也就是嘉義特產 砂鍋魚頭 所以這裡也可以稱作是 砂鍋魚頭一條街 而且每間店都各有特色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 砂鍋魚頭有多好吃 嗨 大姐 為什麼這裡這麼多人在賣砂鍋魚頭 嗨 大姐 為什麼這裡這麼多人在賣砂鍋魚頭 因為這是我們正文水庫的特產 喔 正文水庫的特產 那砂鍋魚頭裡面最重要的食材是什麼 是這個 哇 好大隻喔 這個是什麼魚 這是那個大頭簾 大頭簾喔 那大頭簾跟正文水庫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這裡的水池 在正文水庫上有 我們這裡水質很好 所以很適合這個大頭簾 它的生長環境 而且它又沒有土味 所以很適合做這個砂鍋魚頭 喔 所以這個魚在這邊 是很多的對不對 對 它繁殖量蠻多的喔 對 這個很大胃耶 這個看起來很重耶 這個有幾斤啊 這一條有33斤喔 這麼重喔 對 跟我差不多重耶 哇塞 那取的部位就是魚頭嘛對不對 對啊 就是大概到這邊嗎 還是 對 都到這個起這邊 就是多留一點肉 對… 那其他的部位可以做料理 其他的部位像我們這邊這個起啊 它的肉就可以做那個茄汁魚排嘛 對 其他這個魚肚啊 我們可以做紅燒啊 糖醋啊 都不錯 三倍也可以 所以這麼大的魚 就可以做出很多種不同的料理耶 對呀… 好期待喔 據說以前當地就靠這一盆 便可以 以一擋百 祖孫三代 吃喝不愁了 到底是什麼東東這麼厲害 哇 大姐 這是臉盆吧 對啊 多大啊 這還是最小鍋的耶 啊 我以為這是大鍋 這是小鍋的 對 這是六人份的 好大份喔 看起來很好吃耶 那我先吃肉 好啊 好啊 你吃看看 而且跟我一般印象中的魚 西庫的魚頭不一樣耶 這整隻 就是整個魚頭好好的 就擺在你面前 好 怎樣 不錯吧 水庫的魚不一樣喔 魚頭的肉很新鮮耶 而且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因為有炸過特別香 肉非常的嫩 很好吃 可以先嘗嘗看這個上面的蛋酥 這也是我們這裡的命方 上面這個是蛋酥喔 對 對啊 酥脆酥脆的好香喔 蛋酥啊超特別 它吃起來就是酥脆酥脆的口感 然後它泡的那個湯汁啊 會把整個濃郁的湯汁 那個滋味整個吸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 特別香 特別好吃 我們的湯頭是用雞骨夾下去熬的 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樣 好好喝喔 這個湯底是用雞骨夾下去熬 還有沙茶醬 雞骨跟沙茶 難怪特別香 特別好喝 超好喝耶 湯真的很濃郁耶 而且不油膩 對 很多時候 旅行的意義 不只是看遍風景 更是一種 體會生活百態的難得機會 透過一桌的美好 就可以很容易的溫暖你我的心 大姐 這個我很好奇這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我們大頭臉裡面 裡面的有一個 一顆浮標 它會浮到水面上就是靠那一顆 也可以說是魚泡 魚泡喔 對 這也是我們自己現沙才有這一部分 魚泡 它有兩層 一層吃起來是脆的 一層吃起來是Q的 我這個是脆的 我喜歡這個口感 脆脆的咬起來好療癒喔 然後它一樣沒有腥味 而且我覺得能夠吃到這個 是蠻特別的 因為這真的我沒有吃過 然後在外面也很少看到 這也是一條魚裡面才一顆啊 所以也是 算是很稀少 很稀少 在這邊才吃得到吧 對 對 對 那這個咧 這個是也是它的那個 魚的後面的部分 那個背脊的部分 我們跟它做那個茄汁魚排 好香喔 酥脆 它也不會說因為它的體積太大 肉不會太粗 也是很嫩喔 兩次吃就好下飯喔 因為它一條魚可以做七八種吃法 所以它可以利用的價值也是蠻多的啦 好好吃喔 旅行不在於尋找全新的景觀 而是擁有新的眼光 能夠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致 做全然不同的詮釋 有時間的話 記得來趟嘉義 不管你是要走路茶香 還是要下潛水庫 你會發現當地人 質樸溫潤的個性 前進南台灣最大的增穩水庫 以實想慢旅的精神 體會它動靜皆宜的多元魅力 最痛蛋 medically 不講致電話 這是釋得坐 說 är尋嗎 導致電話